2分钟不说 哈喽大家好我是Yuna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聊天聊着聊着 就忘记别人刚刚说了什么 看书看着看着 不知道自己看到了哪里 东西找着找着 诶 刚刚到底在找什么呢 这些好像整个意识 被传送到益次元散步 再传回来的现象 不是你真的有特异功能 把自己给传送了 而是你的大脑发生了 回 睡 眠 一个因为睡眠不足 大脑部分区块偷睡罢工的现象 强度约1-30秒左右 是个大脑还来不及意识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时间就会不知不觉 偷走的可怕程度 随着大脑部分偷睡 相对应的工作也会停摆 不论是注意力 密结力 判断力 都会瞬间下降 也很难接收到外界的讯息 就好像真的被传送了一样 虽然绝大多数的微睡眠 并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如果发生在驾驶 或是重要操作员身上 温限程度可就急逼天际 在美国每年有10万起车祸意外 是因为疲劳驾驶所致 其中超过4万起伤众 1500起致死 其余像是火车 飞机 轮船 甚至核电厂 也都发生过疲劳操作事故 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所以下次当你发现自己 或朋友又被传送到一字圆时 回来后就赶紧睡个觉吧 当个听得见员工抗议的好老板 合作才可以长长久久哦 你有为睡眠的奇妙经验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或是把这个影片 传给那些看似带萌状况外 但其实大脑都在偷睡觉的朋友们 提醒他们该好好睡觉啰 两分钟胡说我们有缘再会 拜拜